Is it Lam Chao? 寫兩文真的很辛苦 因為我做警察 行了,不要管,就走這條路 英國警察 Fight for ou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Stand with Hong Kong 大家好,我是梁芷妮 今集的主角是一個曾經 一個留學英國工作的專業人士 但2019年,他經歷了一個很大的轉變 他的故事是怎樣? 一起看看 大家好,我是劉祖迪芬 很多人會叫我做攬炒吧 我現在27歲了,就不人了 2015年再畢業 當時我跟測量在香港做了大約兩件事 搞到英國排人,我才會OK去倫敦 一去到英國的時候,我就已經是FI做Master 當時都沒想過香港會發生那麼多事 19年的時候,9月沒有開學 之前其實都是幾重身份 一個測量師,一個抗爭者 和一個學生 三種身份 之前都會去以色列、斯蘭卡、緬甸 這些比較特別的國家 現在我已經被人通緝 很多國家都去不到 祖迪來了倫敦兩年半 適不適應呢? 在他分享英國留學生活 和職場貼士之前 他帶了我們來一間非常特別的餐廳 今次我是第三次來這間餐廳吃飯 大概三個月前 搞了六一二倫敦遊行 其實那時候就認識了一些西藏人的朋友 他們就帶了你來這裡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喊的菜 都市行程 今天喊的食物 全部都是我之前吃過的 全部都是西藏人喊過的 這些是餃子的東西 好像叫MoMo 一個蒸,一個煎 然後有一個叫Crazy Pop 那些辣椒也挺好吃的 外面不會 始終外面是貴的 所以我喜歡外面吃的 但是真的不吃 我明白 主持人很炸 等我們聽聽 主場代表介紹吧 這是MoMo 所以是一個很著名的 Tibetan食物 很流行 有些食物 裡面的食物 我們先燒它 然後深蒸 我喜歡燒它 我喜歡燒它 所以這是最真正的燒 我們有一個晚上來這裡 吃客人 大家都是吃的 那種感覺很溫 好像一個革命機地感覺 話口未完 祖迪就碰到西藏朋友 Ciao Actor Actor Hello Tishy Le I'm Tsing Pasang I'm a Tibetan refugee Bank in refugee camp I would say He's a quite quiet person Silent But when he does it He produce it I didn't know him before I met him Is it Lem Chao? That's what my English friend told me And I started Googling it And I'm still trying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term I thought wow He was doing all this behind the scene Not revealing his identity And he's a young man You know Twenty something You know 吃飽飽 我們要去祖迪的大學 看看啦 這就是UCL的校園 其實UCL很小很小 過去兩年其實我就是在UCL讀書 這個program就叫做 Infrastructure Finance and Investment 其實就主要是講一些基建項目 那些錢怎麼來啊 那我不留在香港做測量師的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我不想幫電產商打工 我不想幫政府打工 所以我選擇去外國去累積經營 真的認識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即是一些新加坡海軍 認識了一些日本農業部 農業省的一些官員 其實有很多不死海 很多不同的背景 視野會是闊了一點點 寫論文真的很新片 我不是寫論文的材料 很坦白說 我不是很喜歡每一句都要去引景句點 不過我都很幸運 是熬完了這段時間 這一個其實就是UCL的正門 之前我就會是 跟同學一起坐到吃東西的 聊聊天 所以這裡是一個充滿的地方 始終我那個測量師的職業 源自於英國 所以我很想看到底 英國本身的practice是怎樣 很多香港人已經到埋英國 其中一樣要適應的 就是英國職場文化 祖迪在倫敦做過測量師 跟英國同事聊天 通常有什麼話題呢 大家一定是天氣 那天的天氣 我發覺在英國久了之後 真是會很順其自然會講天氣 這個不是一個客套說話 是真的有種大家可以common angry 然後就是有人講阿波 曾經有一陣子是 是歐國杯還是世界杯 那時候大家會一起聊 那場播出成怎樣 英國人有時都會OT 不過就跟香港的OT很不同 大部分時間五點多都會走完 很多時候大家會選擇 專門做一兩個小時回公司 這個就是外國那種文化 反而他們會寧願回早一點 然後就準時收服 他們五點鐘就會開啤酒 開啤酒出來 拿點零食出來 那回合完之後就會帶大家去酒吧 對於以上的辦公室文化 祖迪又有沒有不習慣呢 坦白說我不是一個 經常喝酒的人 我不介意他喝酒 但同事以前每個星期三 星期五都會喝兩三個小時 但我不是這樣的人 所以這些會有文化上的差異 2019年6月9日 是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原定二讀的前三天 那晚祖迪在討論區出了一個post 而因為這個post 他的人生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那天6月9日 我在倫敦其中一個protest 在場應該有二千人 我覺得很多很多人 其實除了搞集會之外 我們是否能夠有更加多的事情可以做 最盡我給你每個星期搞一次集會 但這件事是否真的能夠衡動到政權 回家的時候突然間有個idea 就覺得 其實是可以用保安黨 或者是一些政府官員他們的外國護照 做我們的一些籌碼 說不定在612二讀投票的時候 就是一些保安黨 選擇投協票呢 轉台呢 回到家就行動 然後就寫了第一個post 在出post之前就改了個名字 我要攬炒 我要攬炒班高官的意思就是 大家的反應是怎樣的 出奇地好的 一天是有二千個revised 那時候其實只剩下兩天的時間可以工作 那便立刻選了幾十個人來幫忙 然後大家一起做一些lead局的人 嘗試寫一些信件 我本來想著其實是忙兩三天而已 然後也沒有說要做些什麼軍事 沒有想著做這些事情 但是兩三天之後 慢慢地發覺那局勢還未完 就發覺做多兩三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變兩三個月 現在兩三個月變了兩三年了 那我希望 希望十年以內可以幫忙 在英國的抗爭路上 祖迪認識到一些同路人 我認識你現在在搞什麼 我們現在去找一下 FIN這裡的朋友仔 一起聊聊天 好幾個月 上去 有什麼東西 Hello Hello 韋韋 遠明江歸香港 每次我們搞集會的音響 永遠都不符合遙想 三個月前的612 前日的11號等等不同 其實都有多多幫助 沒有他幫助根本是不能把聲音 當然不是啦 很多人幫忙的 還有很多人幫忙的 因為我的電影是死硬派的 一定要搞 還有不用怕 走路 警察不用怕 因為我還有警察 行了 不要管 繼續走這條路 英國警察 香港警察 電視攬炒包最主要就是 抗爭的時候是網絡 但我這輩子對於Instagram Telegram 都不是那些組的 第一個印象是 這個害羞 聽聞很多傳聞 覺得是一個專業人士 還有在這個行業裏做得不錯 然後可以放棄這個行業 或者在行業之中 又是投身一場運動 拋棄很多東西 甚至是自己的家庭生活 這個人的志趣很高 對於金錢錢財 生命都放在一個 不是最重要的位置 很難得 祖迪一直沒有公開自己的身份 2020年還回到香港 我的1月1日就是被人抓的日子 暈了48小時 幸好他當時不知道我的身份 被人放我出來之後 其實我馬上都買幾票 即是返回英國 都叫做死過翻生 一直都沒有打算露面 2020年8月的時候 即是我的身份 是被文匯報 大公報等等 是報出來的 他們報我 是被通修 有不同的國安法的罪名 那一刻我已經知道 其實已經沒有回頭路了 對我來說 露面去做更加多的事 其實會是更加方便 所以既然是這樣的情況 我寧願去盡一點 因為要去盡一點 所以祖迪決定辭職 放棄測糧師這份穩定的工作 專心打國際線 除了大家看到 在台上喊咪之外 祖迪在台下還會做些什麼呢? 我們需要去盡一點 我們需要控制警察 我們需要控制警察 亦都要對一些宣傳的物料 等等不同的事 但是因為大嘉賓方法 所以實際是均勢不少 BBC的記者 他們會突然之間問你 你一個小時後 可不可以方便訪問 反應也有很快 Let's talk to Finn Lau A Hong Kong pro-democracy activist Now living in exile here in the UK Finn, thanks for joining us Your reaction to what happened today at the Apple Daily offices I would say the raid or storming of Apple Daily offices 他亦幫不同國家的電視台 拍攝抗爭紀錄片 亦有香港導演 在記錄他的故事 導演眼中的祖迪 是個怎樣的人呢? Hello,我是Alan 是一個香港導演 我聽《攬炒吧》這個名字 其實聽了很久 因為是抗爭 2019年7月的時候 已經聽過這個名字 一個這麼好故事的部分 對嗎? 因為我之前經常發文給他 不如一天出來 我怕你跑步 但是他找一天 就是經常都這樣 很謹慎的一個人 我擔心訪問過 一些很敏感的人物 有的 因為現在的底線 不知道在哪裡 就算我沒有觸碰過這些底線 你隨時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被人拘捕了 為什麼你還會選擇跟別人 那我都出來了 那我的豁出去想為香港做些事 沒有了高薪厚職 自己一個人在英國 祖迪很坦白地說 每天都要節衣縮食 我可以逛九個字去買東西 省錢 買多些雪藏東西 去多些 這裏 Iseman 沒有 都是這些 很少我出去吃飯 擔心的 就是絕對擔心自己之後的生活 本來好像這條路都走得很順 一刻都很怕 但是2019年6月開始 其實所有事情都 憑傷 總共是完全不同的 有人說 幫我攬抄 其實我是不斷地捱 甚至乎沒有拿過一份一份 但是仍然被人這樣抹 這個是 令我很介意的 一段時間 如果我是做錯了某些事 那我不介意別人去給意見 反而我會在意的就是 一些本身是同老人的人 被人誤導了 反而是會令我更加不開心的 抗爭的路很漫長 是什麼原因 令不同的人都堅持下去呢 我自己作為一個香港人 香港精神是很寶貴的 還有香港人的獨特文化 是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取締到的 香港人是很勇敢 在這兩三年抗一活動 那些年輕人受了很多苦 死的不計其數 被捕被打傷 其實隔離是很傷害的 作為一個活動人 我們遇到同一個共同的 承諾 我們必須發展 我們的網絡 支援 支援 那時候醫生已經跟我說 美國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試過最誇張的是 一個星期合起來 只是睡覺的時候 好坦白說 其實抗爭算是怎樣 對比很多手足來說 他們被人打 被人捕 被人捕 坐牢 他們覺得一定要代用 他的手足走去 甚至乎我自己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怎樣都要去走 去拍攝 他自己對眼睛 幫忙 女生 誰不可以 拍攝 要的 對 我們 這麼多 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